大家好,这期课我们来学习Wallet的自定义Request 经过前面几节课的学习 我们已经掌握了Wallet的各种Request的用法 包括StringRequest,JsonRequest,ImageRequest等 其中StringRequest请求一条普通的文本数据 JsonRequest又分为JsonObjectRequest和JsonArrayRequest 用于请求一条Json格式的数据 而ImageRequest就是请求一张网络图片 可是Wallet就给我们提供了这几种Request的方法 而我们知道平常在网络传输的通常有两种格式 一种是Json,一种是XML 虽然Wallet给我们提供的JsonRequest可以解析出Json数据 但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 我们平常都习惯使用Json或者FastJson等第三类框架来解析这种数据 会使得高效又方便 但是Wallet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强的扩展机制 使得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定制出自己想要的Request 这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节课我们就来自定义一个JsonRequest的位 用Json来解析Json数据 刚开始写你可能无从下手 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去参考一下Wallet的原码 先看一看StreamRequest是怎么样写的 好这就是StreamRequest的可以看到它是继承字Request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传个一个Stream的类型 可以看到这个StreamRequest的总共就82行代码 没有多少东西 看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从头开始看一下 它首先是继承一个Request的 这个Request里边可以传一个范形 这个什么类型都可以 只要是你需要的 所以StreamRequest的里边就传了一个Stream 然后它定义了一个Listener的回调 下面是两个它的构造函数 它里边的参数包括请求类型 请求地址和回调方法 这个构造函数就是调用了上面的这个构造函数 但是这里千万要注意 一定要加上Super这个方法 因为HTEP的请求和响应都是在复类中自动处理的 再往下它有三个方法 一个Unfinish 一个Driver Response 一个PassNetworkResponse 我们先看一下Request里边的抽象方法 可以看到它里边总共有两个抽象方法 其实是后两个 所以如果我们需要继承Request的话 就需要复写这两个抽象方法 首先 StreamRequest在Unfinish里边 对这个回调函数进行了控制处理 Driver Response的方法很简单 仅仅是调用了Magazner的Unresponse 并将Response的进行传入 这样就可以将服务器响应的数据进行回调 而PassNetworkResponse方法呢 则是对相应的服务器响应的数据进行个解析 其中以字节的形式存放在NetworkResponse方法 然后将数据取出封装成一个Stream 即Pass的 然后传入到Response的Success方法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NetworkResponse这个对象 可以看到这个对象进行了修列化处理 然后它里边有五个参数 分别是StatusCode 一个Int型 还有一个Bit数组 即这里边就是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以字节型的形式存放在Bit数组里 还有一个Headers的头部数据 还有一个Borl型的Not Notify 这是一个缓存处理 最后一个杠型的时间戳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StreamRequest就分析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自定义自己的G3Request 首先我们自定义一个Gay 我们就叫它G3Request 它需要继承Request 这里需要指定一个范形 我们就指定为T 然后实现它两个抽象方法 一个PathNetworkResponse 一个DriverResponse 接着我们需要实现它的构造函数 可以看到它默认给我们生成的 有抢求盖型地址和一个失败的回调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成功的回调 逗号 Gayson OK 给它命名为Gayson 这个是命名为ErrorGayson 这里有一个错误 把这个Veyson 改成ErrorGayson OK 然后我们在这里声明几个参数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MyListener的回调 给它指名范形 就叫它Listener 还需要一个Gayson的对象 Gayson 这里我已经事先导入了Gayson这个假包 接着还需要一个 Cast范形类 即我们传入的对象 准定范形 T class 接着在它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对它进行对这些参数进行复制 Gayson 短暂于Nu Nu一个计算对象 T class 因为我们需要往里面传对象 再在它的构造函数里面添加一个class生命 把这个 这需要加入 准备 Z 把这个Zs点 T class 复制成为T class 最后这个 Gayson 也复制为 Gayson 好 这样这个构造函数就写完了 我们同样对上面的构造函数进行一下处理 把它去掉一个选求的类型 然后调用当前这个构造函数 第一个是int method 我认为get类型 method.get 第二个url 小写的url tcrans rror listen 好 这样这两个构造函数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先写这个driver response 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strangrequest里面 这里边只有一 需要把这个response 传入到magicunder的onresponse里就可以了 rason的onresponse把response传进来 最后我们在pass network response里面进行计算数据的解析 它里面的数据是存放在response的data的数据 好 我们先声明一个strang对象 就叫它 就叫它 gsonstrang吧 等nil strang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需要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response的data 一个response.heather response.date 逗号 htp heatherpast pastchart response.heather 这里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try cache处理 把它放进来 catch 看到它会抛一个 一个异常 即这个异常 即这个异常 在它成功的里面 我们return一个response.success 在这里我们进行 我们用gson对它进行一个数据的转换 gson from gson 这里 把gsonstrang传来 这里传tclass 这个 这里返回这个 头部数据 pause 这里传入response 我们在它 我们在它 catch里面 return一个 response.error new pass 最后封号结尾 这个return我们就可以删掉了 好 这样我们的gsonrequest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使用一下 我们就以这个接口为例 来使用一下刚才我们自定义的gsonrequest 在mainactivity里 我们需要先声明一个请求对列 request kill 等于 word.new request kill 传入 this 上下文 接着我们new一个我们刚才自定义的gsonrequest request gsonrequest gsonrequest new gsonrequest gsonrequest 第一个 传入一个URL 那以这个URL 那以这个URL 第二个t class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接口 然后new一个对象 看这个接口用get的方式 然后需要传入一个API-K 返回的格式是这种 我们先写一个变类 就叫他date 这是他返回的接生实力 这是他返回的接生实力 还挺长 然后我们用gsonformat 对他进行一个构造 ok 这样我们这个对象就构建完成了 我们在这里传入这个date date 第二个class 后边是两个回调监听方法 new response listen 和errorlisten ok 我们在他成功的里边 把他数据进行一个显示 这里我顺便一个tessview 就在这个tessview上进行显示 tessview tv 命名atv tess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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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tessview 提 time tessview tessview 然后对他进行一个类型转换 这个参数还需要一个頭部数据 我们在这里生命一下 先开一个代码块 冲写一下这个getheathers 返回一个map数组 你有一个rcmap 似转连行 哈希买了等于mew 哈希买了 mav.put 第一个是参数名 兼职对 第二个 第二个是apik content.apik 应该提前给它上面一个对象 类型 date 这个也上面为date ok 然后我们在textview上进行它的数据的显示 set test 我们就显示 guide reset date get class c please 我们就显示默认的第一个程式的名字吧 最后我们把这个g3request加入到request queue ok 在arrow listener里面进行一个错误数据的显示 arrow.get message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到这里报一个错误 一个类型转换错误 在g3request这里返回的类型是不对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接口 我们这里 调试一下这个接口 看一下它返回的是什么数据 可以看到它这里ct list的返回的是一个json字符串 而不是一个数据 所以 所以它这里给的实例是个错误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重新构造一下数据类型 先把这个删掉 先把这个删掉 可能它那个文档太久没有更新了 ok 这次这个ct list的是个四众类型 接着我们把这个get去掉 再重新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这次我们就访问成功了 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程式列表 到这里我们的g3request就写完了 已经可以很好的运行 当然这只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的 当然这只是我们自定义的其中一个request 你同样可以自定义一个xmlrequest 或者别的数据类型的request 都是可以的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